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市最搶手 盛在節過後完全沒有空房 禮拜三十七號 十一月十七號的十點開始 我們會對外開放把就是檢驗所三千六百 肩房 預定集中檢驗所分六梯次 每梯次三千六百肩房 必須一人一試 每人每天收費一千五百元 專攻七加七檢驗方案 不過以全臺檢驗所分部來看 北部及南部相對較多點 中部和東部較少 若反國國人家住花蓮 恐怕只能選區 無法指定 若東部量能不足 恐怕就得跨區檢疫 而國民黨團直指承認高端國家 從四國縮水城兩國 印尼和帛琉 但莊安祥反駁和外交部確認過維持四國承認 紐西蘭能接受高端入境 而貝里斯承認高端只是實施日期待定 還有混打疫苗方案最快這兩天就會公布 十一月上路莊安祥掛保證不跳票 三星我離進行林無慶 SM小組才不倒 感谢观看